第十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 9号上午在厦门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十届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致贺信 强调新形势下 中国中亚合作大有可为 也必将大有作为 希望各方以举办第十届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为契机 充分发挥论坛平台作用 加强互学互建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 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贺信让与会者们 倍感振奋 备受鼓舞 习近平指出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规模不断扩大 影响力日益提升 中国同中亚五国通过这一论坛 共谋合作 共享发展 有力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谱写了《慕邻友好携手共进》的新篇章 更续友好关系 深化互利合作 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 中国和中亚有着多年合作的经验 我们看到合作范围越来越广 涉及领域越来越多 习主席的话对所有中亚国家都有利 可以实现互惠互利 国内重要的这些国家 一定有最重要的 中国跟我们的自己国家合作 推荐很多很多 我留学上来中国留学 就了解中国的文化 现在我在中国学习国际贸易和经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 中国真的非常开放包容 我很喜欢 希望以后能在这里 从事有关文化推广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为本次论坛发来的贺信 他提出了中国中亚合作大有可为 也必将大有作为 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鼓舞振奋人心的 我们也为此 为将来的一些发展 这个中亚的一些合作的这个模式 我们也更有的信心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中国同中亚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走在国际社会前列 今年五月 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行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迈入新时代 与会者表示 要不断深化中国同中亚国家互利合作 深挖各领域合作潜力 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进一步推动构建更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让我很有感触的是 中国正在深化与中亚 在经济贸易 文化教育等领域的 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可以加强中国与中亚之间的 友好往来 我们期待中国与中亚国家 可以在贸易投资 人文交流 数字经济 陆海联通等等各个方面 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 中亚国家一直是金融客车的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未来金融将继续针对 中亚国家市场 研发更多新能源车产品 助力当地的绿色交通发展 投下会这个平台 是个秉承持续开放 改革中国的绿色转型 和数字化转型 这两方面提供了 广阔的天地和机遇 欢迎来到中国 中国的市场 欢迎你们